哈囉大家好 經過漫長的等待 三星終於在這時候對Galaxy S20 Ultra推送了系統更新 版本號AT16 那麼這隻手機的已知問題究竟有沒有解決呢? 愛稱這回在按下更新前 先帶來大家再次回顧一下 基本上這隻手機有三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是近拍的邊緣模糊 第二個是錄影對焦緩慢 第三個是4G網路延遲 就第一項近拍邊緣模糊 我們先前說過這是屬於硬體造成的光學現象 並沒有辦法透過軟體更新來更除 然而根據網上回報 據說有改善 我們待會也會透過實際拍攝來看看情形 第二個錄影對焦緩慢 雖然S20 Ultra在硬體上沒有前幾代旗艦的Dual Pixel技術 但純相關對焦也不應該會這樣 就實際拍攝看起來像是不會自動進行重新對焦 尤其是物體移動較為緩慢時 都要等待比較久才會觸發對焦 如果快速移動則對焦又可以比較靈敏 對了這個現象已經是經過兩次更新後的狀態了 第三個4G網路延遲問題 你可能一天不拍鏡物 好幾天不錄影 但一天不上網還真的是不行 4G網路延遲可以說是我目前使用S20 Ultra遇到最痛苦的問題 更何況我還會開熱點將網路分享給筆電和其他手機 這些連線的設備在上網時當然也就跟著感受到顯著的網路延遲 點個網頁有時候就是要好幾秒才肯跑的感覺 還有玩遊戲時常按個鈴去也是圈圈轉不停 真的令人抓狂 我遇到的還算好 一些網友反應延遲嚴重時在遊戲中會直接被判定斷線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網路的延遲時間 左邊是連上WiFi的行星 右邊是使用4G型的網路 可以看到使用WiFi大概都在100毫秒上下 看起來有點多 這是因為我家裡的WiFi源頭也是4G網路 但你再看右邊的4G延遲 雖然也是100多毫秒 但確實可以觀察到時不時會跳個兩三百 這種爆屏現象過去在其他手機還真的很少出現過 但SS Ultra在短短3分鐘測試就已經出現了數次 好了看完三大問題 我們現在就正式進行更新安裝 再來看看結果 大約花了10分鐘的時間 終於完成更新 現在馬上開啟相機測試 第一眼看到的是在108MP模式下的地方 出現了更新的紅點點 點進去看一如往常的一翼畫素模式 似乎沒有任何變化 也沒有跳出任何的新功能提示 但對準進入時 仔細觀察 發現右下角出現了使用特寫變焦的提示 點下去會發現畫面有做一個拉近的效果 咦這不是跟我們先前說的稍微拿遠一點在拍攝的概念是一樣的嗎 拍攝後還是儲存成一翼畫素 對比更新前的拍攝 另外我也發現 即便在正常的1200MP畫素模式 也可以開啟使用特寫變焦 只是要觸發這個模式還真不容易 有時要前後移動數次 但可以知道這個模式只是引導使用者的拍攝 也就是告訴那些不知道可以利用拿遠一點在放大拍攝方法的用戶 而並非直接解決會插現象 它的本質一樣就是利用放大 裁切掉感光元件成像造成模糊的邊緣區域 進而稍微改善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先前就已經知道了這個拍攝方法 其實這次的更新並沒有什麼用 不需刻意進到特寫模式 你直接自己放大拍就可以了 第二個是錄影的對焦緩慢 在更新後再次拍攝 發現靈緣度確實又有的提升 但有時還是會有點猶豫的現象 就是看得出來有要對焦 但是又有點缺乏一次快速對到位的這種利落感 比較像是對焦了兩次 但大多的情況下已經能順利對焦了 日後我也會到戶外再來拍攝 觀察對焦的現象 最後一個是4G的網路延遲問題 我們一樣利用遊戲來進行測試 同樣在剛剛更新前的那個場地 可以發現4G爆拼的現象確實消失了 但是實際上我們體驗 還需要再測試幾天的時間會比較準 到隔天晚上 我發現4G的延遲還是有發生 於是又開遊戲再次對比 觀察4G和WiFi連線的延遲各10分鐘 必將數據記錄下來 發現4G一共出現3次超過200ms的情形 而WiFi下則是沒有發生 可見網路延遲問題 只能說有略為改善 遇到的頻次降低了 但時不時還是會卡一下 能顯著影響著上網體驗 不知道其他S865的機型有沒有這個問題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次S20 Ultra AT16更新前後的對比 還是期望這些問題能盡早解決 並且不要再出現新的問題 據說很多人這次更新後遇到了鍵盤Lag的新問題 不過我用不習慣三星內建的鍵盤 因此我不知道具體是什麼情況 但網友分享似乎重開機會好一點 不然這支手機掉價掉的真的嚴重 已經看了好幾個二手丟28000出來賣的 座座掉了14000元 要知道愛珍做這支手機的評測 十幾個影片的收入 至今累積也還沒有10000元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我是愛珍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大家的觀看 我是愛珍 謝謝大家的原因 謝謝大家的觀看